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澳洲情怀2月23日的星期三节目 我们是早点点录音录影的 蒸月还没过 又再说多声大家 农历新年这个苦年快乐 好 说来 思华 墨衣本 朱莉 两位来齐美 Hello 我是朱莉 Hello 我是思华 你们好 好 我们今天又跟大家讲一些澳洲重要新闻 以及各大城市的快讯 一些特别的话题 不如我又开始讲讲 讲讲全国的新闻 总理Scott Morrison 星期一就宣布 澳洲入境限制 因为新冠肺炎入境限制 全部取消了 欢迎各国的友人 澳洲大把东西玩 总理就说大把东西玩大把东西做 欢迎全世界的朋友 拿到机会就来澳洲玩 花钱了 但是说来就是这样 很多人就在雪梨入境 说来就有 有些交通方面就有人罢工 搞了星期一塞车 朱哥 真是认真是 认真是拿了 别人进来 以为我们玩 机场也不能进入市区 哎呀 这件事就有趣事了 再说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一个国际关系的事件 自从澳洲和中国有少少磨擦之后 磨擦越差越深 贸易制裁 又调查新冠肺炎 种种事就恶形恶状 大家就商界不好口 结果现在又好像 那个严重性又加多了 事源就是上个星期四 就是2月17号 2月17号那天 就在澳洲的北岸 就是近住 Go for Carpentaria 就是白尔文雅那边 那边 澳洲北岸人迹就稀少 其实那边就算是公海 都算是公海 但是都是近住澳洲 比较任何的国家都是近住澳洲 大家应该收回一个国际的惯例 以及属于澳洲的本身的经济的区 就是好像中国那边叫做航空识别区 就是之类这类的东西 就有一两艘的中国舰艦 那里就是巡航 有一艘叫驱逐舰 Destroyer 就是中营的 就不要打 不是航空母舰 另外一艘有水陆两棲的舰艇 那你就去到那里 自然这些东西就当然是这样的了 你有人来我就派一些飞机去 就是啊 上面monitor住你 怎知道你就是中国那些战艦的那些人呢 就用啊 因为现在香港的 就是代替警察找到你们都麻烦了 那叫雷射笔 雷射笔 雷射笔就是小小枝 但是那个射程就很远的 那如果晚上射上去 一条光柱那些人就拿来观星用你 那颗星那样那样那样 如果是根据这个国际法例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动作来的 因为那些雷射笔的雷射光 是相当集中的 那个光束 那一照到刚刚照正那个机器的眼睛呢 是会引起这个意外 这个也不出奇的 那澳洲即时就就是向中国提了抗议了 那么据知中国这些招数都做得不少的了 那么不在澳洲那个海岸边 例如说很多的争端的所谓南海那边 即近到菲律宾那边呢 那么就是中国的渔船就在那边 就是姚武扬威啊 竹羽啊 那么就进了一天 那么中国就说它什么九段线啊 在中国领土领海 那么其实都是跟着菲律宾那边的 那么中国的渔船也曾经说多次在那边作业 然后菲律宾人家放一些飞机出去 那就是低飞地去看看你什么事啊 那么又是那些所谓中国的渔民 就拿这些东西就射回去 你看我我就照你一种有蚀的表示 那么这件事也是发生过很多次的了 那么澳洲即时又就是向中国提出一个严重抗议 因为这件事是危险的嘛 这件事是引起飞机失事 那么你就是变成拆枪走火了 上次发生这件事就是2019年 那么今年2022年 一日发生这件事 那么就希望就不太好了 那么第二件新闻 你说回我们布里斯本吧 我们军舍囊就这样 人就不是多就没说来那么多的 那么我们布里斯本也有200多万人 那么很需要一间所谓叫做 就是有些人就说 哎呀老了 这样子女要照顾就不定有老人院 但是很多人就说老人院的东西 有些东西又不适合 最好是亚洲人或者专为华人而设的 即是公有华人是讲华语的 讲广东话的讲国语的好些了 那么反餐方面也有 中餐食肯就更加好了 于是大约十几年前就在布里斯本 就开了一间唯一的 就由华人发起经营的 叫做仪康苑 叫做Jitter Gardens 这件事都通了天 开名就不明白了 那这个上个月又大件事了 那因为就是新冠肺炎的问题 就不知怎样 就那些员工就是 管理方面有少少问题 那里面就爆发这个疫症 那直至到今天为止 就是有16个人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死了 16个 就是人数就上了些大件事 我问一下这间安老远 其实它全部的人有多少 就是老人家 那这个数字又没有 我又不知道 我想都有几百人的 有几百人的 我想知道它有个比例是几百人的 几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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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 就搞起的 那我就一开始 以前我没退休的时候 那时候我都有一路跟他们 有着联络 有些做报道 那样的 那他们就几个人夹钱 就在布里斯本的南区 那大家知道了 布里斯本就是大多数华人都住南区 那他就在华人区再去南少少 那就变成了 距离市中心大有四十公里 那都是几郊区客了 就买了一块地 就几十万呎 几十万呎 哇 好厉害 就近一百万呎 那就起了 起了很多 就一家连串的建筑物 那他们的idea是相当不错的 还有那些可以治理的 townhouse式的 townhouse式的 那你听我说一下 澳洲的retirement village 都很漂亮的 是打理得好 不是retirement village retirement village 我们很多 我想这些已经有一点狐狸性质 那就是这样的 它是三级狐狸 那你就有一堆townhouse 那你就可以用特别的条款 就是买了它 那当然你脱手的时候 也要跟它计算 就可以自己住 一家一住 自己可以有车位 自己有随房 那这个是完全独立的living 那就可以的 那间隔一个单位 都几十万呎 都挺厉害的 那另外一种 就是如果你是两夫妻 或者死亡一个 那自己又不想住这个townhouse 又可以把它卖出 那就搬去这个安务院里面的所谓大房 那这些大房有单人房 那这个价钱就便宜一些了 那你搬进去 我都去上去看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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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 那就没有厅的了 厅和房间都是一个大房 也有200-300呎的 那房很大很舒服 那有私人洗手间 那去到住大房的时候 当然当然就说 肯定不会自己煮饭了 那楼下就有饭堂 每天有中餐供应 那就早五晚三餐 你就不用老了 那你下去吃 那几元一餐 那下去可以叫海南鸡饭 那都挺好的 那真的挺好的 我不想下去 下去了那些卫士 有职员都送到你门口 那又可以 那这个是中间道的门 有什么中间道的门 有住院的护士 那就是第二级 第一级就是住独立屋 第二就是住大房 那到真的去到行动有问题 或者年老失智 賴絲賴尿 这些这么论盡那些 就可以住那些多人的大房 就成了一个大库之院 一个大房里面有十张八张床 那你就一张床 那就是三餐有人负责 大小便有人负责 那就是有员工 那就聘请一些亚洲人 有讲华语 也有讲英文 那最近这几年都是聘请人得很难 那就聘请很多印度人 菲律宾人 黑人来做 那我就对上一次都两三年前又去看 那这次这样发生的事 就是因为管理方面不好 他又说人手不够 那阮方就已经是承认了 就是有不足之处 就发表了声明 那只是一件事就盖得很实的 死了死了多少人的名字 又不告诉新闻界听 总之人数就是16人 还有两个高层 就已经因为这件事 文责下台 这件事照样都会继续烧下去的 那文责的话到底你的责任去到哪里 我想政府都会查的 就是这样 他就下了个指令 就叫员工不要把他们知道的事 就跟外界说 所以直到现在 我所能够得到的 都是ABC电台 得分离的消息 都是相当之有限 总之人就死了十几个 所以就说 就是再加千日好 又去到那些地方 就变成了很大程度上 就是靠那个阮方的管理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 就相当之不幸 那两位听到之后 有什么意见 还想不想有意思 你问了斯华 斯华说喜欢住老人 我就不喜欢了 但是这是现实的效果 不是AI帮我 绝对不喜欢 绝对不喜欢 那当然是 因为其实我有朋友 是因为意外 我有一个朋友 很多40岁已经中了风 那他就中了风 之后就癱瘩了 真的很惨 我师兄来的 说进了这些老洋院 不是很多年 他头那十几年 直至现在已经是 他2000年发生这件事 直至现在已经是22年 你想想他多凄凄惨 最近一截 他其实已经是进了 这些护理安务院住 因为完全 请不到工人 本来有个 请了一个大陆的女人的工人 是照顾得很好 但是那个工人已经开始老了 都照顾不了他了 太太是很小的 照顾不了他 然后送他进去这些 这样的护理安务院 相对来说 刚才Chris 你说当然在家千日好 我就觉得不是 其实如果真是一个 这么重度要服侍的人 这些护理安务院 对家人来说很大解决 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连洗澡都要找一个 好像 说得浴缩 好像一个大袋 那样 找一个清 清着他 就进去 好像包袱那样 包着他 就送进去洗澡房 然后送出来 你看到那种轮丝动众 就是整个起重机仔 送进去洗澡房 我明白 我明白 因为一个正常家庭 根本没有可能 而且他已经是 饿藏了很多年 所以当然我明白 那个受者是很惨的 但是他其他的家人 体力上是不行的 还有刚才Chris 你说得很对 其实费用非常昂贵 好像我这个朋友 他就是住 我知道那个邦 就是他有保证金 大概我不记得是50或70万 就是你要先给他 那不是贵的 因为他这个就是 华人的 又是独立的房间 然后他是高度护理 还要每个礼拜那些片费 就是那些拍片 拍片 食用 特别护理 是全都要计算 所以 是非常昂贵 我就问我这个朋友的太太 我说 那不是很难负担吗 她说是呀 其实他进去 以后我想进去 我想我也不行了 但是不是这样的 各位香港朋友 其实澳洲就很多选择 这些是自己选择的 而且是华人的 而且是高级的 而且是单人房 真的你没人没物 什么都没有 你就被政府派你去 那些公立的 你就没得选择了 就好像住公屋那样 那就不用钱的 但是当然了 你什么都没得选择 食又没得选择 唐人鬼佬又没得选择 房又没得选择 那些就是政府买位的 可能都是 是啊 就是私人商量 政府帮你付钱 但是政府付钱之前 要你自己都花光自己的钱 你自己真的 把自己交控物证 斗链都没有了 那政府就继续帮你付 直至你百年归老为止 但是人去到那个地步 就很贬的了 真的 还有没有得选择的 你真的你说唐人 我想吃唐人东西 吃粥还是吃饭 没有的 吃薯仔 吃粥 对啊 你去鬼佬 如果有鬼你就去 因为我认识的朋友 家境都OK 其实在雪梨尤其是龟 真的每一个都要50-70万的邦 当然这个邦 那个人如果云归天国之后 或者离开那个安老院 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每一间其实都要给邦的 基本上 都是很无奈 还要购买 但是你这个事 我偷偷再给钱 他懂不懂和你们聊天 比如说说话 语言有障碍 因为他中风一般 以前一般OK 现在连一般都没有 还有整天 我曾经有很多病 很多病 而且会痊癌 很多时候身肝脾症都有问题 但是医药发达又不会死 于是一件很难顶的事 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就说 刚才Chris说 在家千日好 如果健康就是 否则去护理安老院 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唯一的选择 因为他年纪大 又有病 进入了 他太太立刻抑郁症 先头没去胡理安老院之前 太太照顾他 是立刻抑郁症 自己又要吃药 又要入医院 是顶不住 是啊 是啊 很实际 是啊 不好意思 在澳洲 在澳洲 就 有些人就算是在自己家里的 有些志愿机构 每天送餐都有 所谓meel on wheels 起码你要吃那方面 吃饱个肚子 可以 但是很多家居的服务 也都有志愿机构 由政府给钱的 政府给钱 就一天 就来做一个小时 可能一个星期 或者来做一两次 就帮你做清洁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我就有些朋友 都利用到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去到好像七十多岁就可以申请的了 那就 有便宜有贵 这些都可以做生活了 是啊 就是它不是完全饿床 完全 八分之九十 那就真的不行了 那就真的要做 真的要进去那些的了 如果算起来 那些都是便宜的 我说一家仪康院 初初开的时候 有几间最靓的独立屋 就是向井 大草原的 就是四十多万 一间 那都有 一房 两房 都是 另外有一家 townhouse 那些townhouse 就是二十多万 那些 那样 那样 再上方的那些就好像十多万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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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些都是长期 都不是很够臂的 就变成了 政客人方面 又要聘请少数民族 黑人那些做 我們說他們的探人就好像不太開胃 初初就Promise好了 全部華人服務 結果又不是 結果就把官吏權賣給一個 他自己也不想做 賣給一個馬來西亞的集團 控制了大國外的股權 馬來西亞那邊又請回馬來西亞那邊的人 包頭的女人過來做員工 本地又請黑人 搞到跟原本的面貌也有多少分別 他修人方面也不是修華人 也修很多西人 這次ABC找到一個訪問 那是一個西人家婆 那婆婆死了 新冠肺炎就是這樣的 專門選擇老人來開刀 如果你是老的話 即是有長期性病患 身體抵抗你藥 那就是染了新冠肺炎 也挺牙煙的 正所謂你是不是都已經風足殘烈 再染一個這樣的病 很久就去了 所以就是若歸老人院爆發 就一定死定了 這次英靈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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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憎恨 他有錢就不會死的 他兒子 他兒子 Charles 看來他身體也很痛 真是看來 沒關自己的 這次英靈肺炎 很厲害 這次英靈肺炎 這次英靈肺炎 他兒子又不生性 他不能出聲 我說他家事比國事更加忙 唉 唉 搞到兒子又被人高 說他在美國亂童 說他亂童 給錢 又要媽媽給錢 他說他是中壽女王 喜歡的一個兒子 最愛他的 最愛他的拉仔拉心肝 他爆了什麼醜聞出來 王室 這個曼琪已經崩潰了 不可能的 他媽媽也真是 他說Charles上了位之後 Kamela就會當皇后 你們怎麼看 我怎麼看都自然是這樣 應該是皇后 但Charles上了位 現在就兩兒子鬥長命 可能自己的媽媽會這麼老 是真的 都起碼是皇后 身體無養 好 而我們時間這一節到了 下一個環節就聽詩華和Julie 說說兩個城市的快訊 第一個環節現在先結束了 進行 是